首先安华昨天在和青年的对话会上 不但谈到国家大事 还分享了父母对她的教育 协助她挺过坐牢的考验 每日新闻报道 安华在回答印尼女生鲁伊玛的问题时提及 童年时她的父母就常鼓励孩子们多阅读 安华透露 她的父母是巫统强人 也当过国会议员 家庭条件不错 父母经常带她了解穷人的环境 而且在宗教的教育下培养关怀之心 安华也说 当她在江沙马来学院求学时 华人老师和印度老师对马来学生都关怀背加 打破了种族隔阂 安华还说 她坐牢坐了11年 在这期间她立志要改变国家体制 因此她在铁窗岁月里 大量阅读国内外的书籍 大量阅读国内的书籍 大量阅读国内的书籍 而uda接近孖系 它 length接下来 所以 属于尔子 出带长 好 好 好 祝你 很強 很強